两岸头条天天有料 大家好是李璐 今天是2020年11月22日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第四届两岸学者共化世界史论坛在上海举办 两岸一家人偶们共传承 两岸青少年木偶传承严学营活动在福州启动 岛内反莱珠挺中天秋斗游行登场 上万民众上街抗议 超六成台湾民众不满民进党当局 美环保署长遭报黑历史 台湾网友质疑其访台式强制推销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详细内容 由叶盛陶研究会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 第四届两岸学者共化世界史论坛21号在上海举办 来自两岸的22位世界史研究领域专家学者 通过连线方式围绕变动世界中的世界史研究 进行交流和讨论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 叶盛陶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兴成出席论坛开幕式 并致辞 他表示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任何区域的发展都无法置身于世界的变化之外 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告诫我们 各国休其与共 在重大危机面前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世界史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传统 及跨文化的互动和交流 了解世界的整体发展和多样性 以更好的认识自己在世界当中的定位 就了解两岸学者共化世界史论坛是由叶盛陶研究会于2014年创建的小范围高层次的两岸学术对话平台 每两年举办一次 来自两岸的学者就共同关注的话题展开讨论 对交流学术研究成果 探讨世界史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体制问题 以及引发两岸学者关于世界史学科取向的进一步思考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中心社报道 21号两岸一家人偶门共传承两岸青少年末传承严玄营活动在福州启动 该严玄营在今年11月至12月间 于福建的福州泉州张州厦门四地巡回举办 让两岸青少年全方位了解福建与台湾同根同源丰富多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小小木偶情迁两岸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林守卿表示 希望通过这一次活动让木偶艺术在传承中创新 让两岸青少年更深刻理解和感受及语言表演与一体的木偶系艺术 促进两岸青少年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在开营仪式现场 剪纸课堂 寿山石课堂 捏面人课堂的教学体验 木偶小课堂的互动体验区 展示区及创意拍照区 让营员及家长们切身体验到福建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的魅力 福建省门台文化交流中心方面表示 这一次研学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新方式 邀请两岸青少年参与互动体验 以期培养更多木偶系粉丝 同时通过同吃同住同玩 增强两岸青少年的情感连接和文化认同 打造台湾青少年登陆的第一课堂 综合台媒报道 民进党当局多项施政引发民怨沸腾 尤其中天新闻台换照遭活回之后 点燃众多民众怒火 为捍卫言论自由支持中天的民众接连两天上街抗议 秋斗大游行今天下午登场 参与民众挺身而出 宣誓要对抗独裁的民进党当局 前国民党民代沈志会发起的搭帐篷夜宿自由广场 不少民众前往声援呼吁大家切勿忘记 1118是新闻自由已死的日子 也有不少高雄民众搭游览车北上力挺 沈志会在脸书上表示 第一次露宿街头没有欢乐 只有感伤和难过 现场有五十几顶帐篷 是为了抗议民进党当局开放读书 关闭新闻台 秋斗游行将于下午的一点 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登场 包括老公 环保 食安 土地 言论自由等40多个团体 对于民进党当局独裁双重标准和进口毒株表示强烈不满 并强调秋斗上街是对执政党施政败坏开第一枪 未来将会有更多人民百姓起身反抗 预估今天将有上万人上凯道 将是3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向傲慢蛮横的民进党当局发出公民不服从的声音 有网络媒体针对民进党当局至今的施政满意度进行民调 有高达62%的人非常不满意 而且有45.9%的人对秋斗三要求都有感 另外50.9%的人表示不会参加 但是会关注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在秋斗前夕在脸书直播表示 为了怕模糊焦点 他虽然不会到现场 但是在此对所有抗议的民众表示全力支持 韩国瑜表示 他要向抗议中天电视台关台的民众致敬 也要向所有为台湾民众健康把关的抗议民众致敬 希望所有的民众团结起来 向民进党当局扼杀新闻自由 伤害人民健康这样的错误政策 勇敢呐喊出来 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向所有抗议的民众致敬 在这里我要向所有抗议中天电视台关台的民众致敬 我也要向所有为台湾人民健康把关的抗议民众 据中时新闻网报道 美国环保署长惠勒计划12月份率团访台 推动海洋保护合作 不过他除了遭到美国媒体批评浪费公讨 过去的黑历史也是再度的被挖出来讨论 他的访台行程也引起了台湾网友的热议 至于他这次访台是不是又要卖什么东西 综合外媒报道 惠勒曾经担任煤炭业者的说客 试图帮助业者摆脱政府的环保限制 他上任之后更是取消了旨在削减碳排放的清洁电力计划等政策 而他的政策还让发电厂停止调节泵的排放 导致发电厂周遭动植物严重污染 并且招来了批评 此外惠勒虽然没有完全的否认气候变迁的问题 但是他对此问题的态度呢 却也显得很轻摇淡写 曾表示我不认为这是最大危机 惠勒作为美国环保署长 却不在意环境的黑历史也引起了网友的讨论 有些台湾网友表示 惠勒这一次赴台讨论环保议题是假 质疑称又要卖什么 上回美关呢来当莱猪说客 那么这一次来又是要强迫推销什么坏东西 还有网友呢 则是针对他曾经担任煤炭业者说客的背景嘲讽 台湾之后要有干净的煤了吗 以上就是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接着您的观点 接着您的观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